继塞拉斯和弗耶格之后 妮可作为第三bug之王 成功上位 前两天就有被皇子大招扣假身之后 创造永久地形 这又出了个变身野怪 攻速2.5的离谱bug 你就看我这蛤蟆 直接把真蛤蟆舔得痛不欲生 回家出个三件套 蓝爸爸都不放在眼里 甚至说峡谷先锋 而此bug的制造条件非常简单 因为联盟里眼的攻速 默认是最大的2.5 而妮可虽然能变成眼 却不能攻击 所以你就可以 现在野怪身边插个眼 用被动碰一下眼 注意不要拉满 然后靠近野怪 释放高配人数 这时你只要走在眼位上 平衡野怪 再用单身20年的手速 按变身快捷键变成野怪 此时你就会发现 变成的野怪 直接就是满攻速 一手机哥 杀变峡谷无敌手 化身三郎 咬得武器叫爸爸 还有法律吗 而最离谱的是 如果你变身之后 不满意当前的形态 或者是觉得野怪 手都太短了 那么你可以再度点击变身 变回的妮可 同样也拥有2.5的攻速 不过有一点 虽然样子是尼口 但现在的血条 仍是眼的血条 所以如果被打回原型 那就白扯了 不过bug最逆天 可千万别在追局中使用 不然号没了 设计师可不背锅 咱就说这设计师 真就别出现花里胡哨的了 不然结果就是bug修不完 封号有困难 游戏凉得快 玩家退得多 而我 哼 那可有得多了